哈喽宝宝们 欢迎来到迪迪的巴黎小菜园 巴黎这一周的天气也就是这么回事了 最低气温89度 最高气温17-18度 5月份也不会特别特别好这个天气 所以我决定是时候把番茄种到地里了 今天咱们用的这片地 是我之前新开的一个新的小菜床 首先是一个有机肥 它是一个颗粒状的 可以做底肥也可以做椎肥来用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肥力 它的蛋铃甲 NPK是5比5比10 也就是说它的甲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除了这种颗粒状的 大家还可以选用马粪 鸡粪等等那些腐术的 粪便类的肥料 其次我们需要的就是鸡蛋壳 之前我跟大家说了可以预防黑屁股病 千万不能忘记的是小绳子 我这里用的一般都是这种草类的 因为它是可降解的 大家可以用其他的绳子都无所谓 然后就是我们要需要的支架了 我用的是这种弯曲状的S型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 来吧我们这边洞洞呢 先给它们挖好了 每一颗番茄之间的间距呢 要根据品种来定 一般来讲是在50到70厘米左右 记得吗如果大家看过我之前那一期 番茄的秘密那期视频都会知道 之前我说过这个番茄一定要埋得很深 我们来试一下 用这个盆你放进去你看一下 给你们看我的邻居在喷墙 所以会有一点噪音啊 我们把杆先立进去 这个呢就是放好以后的效果 把它的这个子叶摘掉 第一对叶子也摘掉 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往里面放一把的这个有机肥 再放一点点的这个蛋壳 所以下面这两片叶子它是着地的 大家要记住的一点就是 如果这个叶子着地 叶子一定要掰掉 这样可以防止它得病 我今天种的呢 主要是番茄2号8号跟9号 名字呢 我会打在我的屏幕上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放一把 如果大家用的是牛羊粪的话 用量大概也是一把左右 再换一个角度给大家示范一下 里面已经放好了鸡蛋壳和 底肥 紫叶拔掉 这一颗拔掉 然后按压 好了 为大家再示范一下怎么打这个截 首先我们先绕蜘蛛一圈 先记一个圈 这个圈呢一定不要打死截 一定得让它因为有时候刮风 得让它自己有一个移动的一个空间 然后顺着咱们这个圈直接 记在这个杆上 然后这个杆呢要给它打两下 打个死截 这样就好了 这边呢其实我还是有位置的 但是我不太敢种 因为上面有一棵梨树 它会往下掉梨 所以我怕砸着这个雄狮 所以暂时呢 咱们现在这边呢 我就种了九棵 是不是很简单呢 其实定植雄狮很简单 后续呢我们会说一下 关于打侧枝 追肥 以及预防一些疾病 最后再种一下万寿菊 这个呢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 并不是大家一定都要照这个方法去做 因为有的人可能会觉得种上 反而对它造成了困扰 那这种情况下呢就不要种 根据个人的喜好 我呢每年都会种 所以也算是一种习惯吧 如果需要的话呢 就种在每一个西红柿的之间就可以了 最后呢我们再浇一点定植水 因为巴黎这一周还是下雨嘛 所以我就不用浇太多 因为本身它这个土现在还是很湿的 今天我们浇水的时候 不要浇到叶子哈 最后呢我决定还是要放一些黄板 来进行预防 这黄板是我国内买的 最便宜 法国这边太贵了黄板 找了几个小树枝 我们来挂黄板 暂时先放在这个地方 因为等它们长大了以后呢 不能碰到它们的叶子 放了四个黄板 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这个黄板 和自己的植株之间的距离哈 尽量把握好这个距离 不然风一吹 黄板粘到你这个叶子上去就尴尬了 今天种番茄呢就暂时先到这了 后续还有非常非常多希望能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番茄小知识 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种番茄 一起护理番茄 一起收番茄 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一个赞 分享给更多喜欢种菜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